道立院被巡 内政部长林又昌 一场门口前停下脚步 一开口就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喊话 别乱卖土地 因为3月7号台中市将标售 123比底价超过200亿的土地 林又昌忧心恐怕会带动 台中市地价和房价双涨 台中市又是房价负担第三高的一个城市 所以把底价定这么高 会质疑说是不是地方政府 在带动地价的一个上涨 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好的 我们军医全国的法定程序 我们办理公开标售 标售之后我们的就是要偿还 我们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向银行的借款 如果有盈余的话 大家请放心 这是市民的资产 面对部长在台北的呼应 台中市府也听到了 副市长特地带着都发局和地政局长出面澄清 即便林又昌虎口婆心 但地方政府显然没在听 谈请各县市政府 应该尽量不要标售土地 如果有开发的话 那在开发成本扣除之后 应该尽量将这些土地来作为社会住宅 所以台中市出了一个卖土地的巨人 而是盖社宅的侏儒 所以台中市的社宅在我的看法上 这个目标是遥遥无奇 那我们这一次的部分标售土地 完全避开了社会住宅用地 所以没有部长所说的 有社会住宅用地的情势 我们已经超出中央所定给我们的7000户的标准 遭殖疑土地不该设宅卖建商 两位局长接力澄清 强调设宅进度已兴建1万户 早已超过7000户标准 所以将土地卖建商是为还债 好让台中能更进步 静新闻 综合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